美麗 好啦 沒這麼誇張啦 沒這麼誇張啦 對 我們 我們什麼沒有 就是人特別多 然後 特別的吵 我很感谢我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让我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愿意出来回应神 就是当府长 对 然后其实这见证幸福小组如何快速成军 这题目其实怪怪的 应该改成 府长如何快速的被挑选出来 或是如何让府长能够请军入翁 自己上当这样 然后请贼先请王 所以把头抓出来 其他的事情就很好办了 对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心有戚戚烟 所以当区长在问说 谁要担任这期的幸福小组的府长的时候 我就立刻自愿跳出来说我愿意担当 因为我认为基本上幸福小组 是每个人都要轮流当府长的 所以我不入天堂 谁入天堂 就是早晚都要进去的嘛 其实我下半年我的工作程度非常的忙 我上半年工作如果忙碌的程度是80分来讲 我下半年忙碌的程度不只是破100是超过160分的忙 所以当区长在群组里面询问的时候 连我太太啊都跟我说 你好好思考一下 你可以上半年当府长 下半年你真的很忙 然后其实我犹豫了一下 但我最后仍然决定回应这个呼召 我知道工作加上幸福小组 下半年的生活会非常忙碌 但我也知道 哥林多后书12章9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人总是在绝境中遇见神 越是艰困的环境 上帝的恩典跟神迹就越多 我渴望更多的突破自己的不能 还有限制 因为我也深知 当你顾念上帝的事 神就顾念你的事情 我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前几天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幸福小组才刚成军 然后早上一起床 我就被客户电话吵醒 然后电话一接起来 就是一张大的订单 然后电话挂完之后 我把电脑打开 第一封mail又是另外一张大的订单 就是 确实服侍神需要付上代价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得到的回报 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神不偏待人 圣经说神不偏待人 但他不管你是圆的方的扁的黑的白的 不偏待人是指救恩不偏待人 但是我确定有一件事情 上帝有一点偏心 就是上帝特别把恩惠 祝福能力 祝福能力 恩宠 加在那个愿意服事他的人身上 愿意为他的国度效力的人身上 愿意为他摆上的人身上 所以 感谢神 感谢我有这一群弟兄姐妹 虽然他们有时候有点吵 但是 他们让我很有安全感的 可以当府长 愿感动我的灵 加倍感动我的弟兄姐妹 愿 神加在我身上的祝福恩宠 加倍的加在你们身上 荣耀归给神 谢谢 谢谢